賴清德 比較顧台灣 他就真的很糟糕 他講話真的很過分 他這樣就是 我覺得他是比較像郭冰拿的傀儡 因為他欣北是做成這樣 我覺得就還好而已 他就比較像傀儡 然後他就是踩大氣承 所以他就是有錢而已 但是他沒有從政過的經驗 如果你軟弱 人家只會更欺負你而已 我覺得白目跟直階就一線之隔 那有人說他醜你 你怎麼看 我現在有一點 當然喜歡他 我覺得他有點像定時炸彈那種感覺 講的話就 我又覺得他到底在講什麼 前幾年不是都沒有颱風來嗎 那據說是蔡政府有天氣控制系啊 所以今年為什麼有颱風來 是因為他還沒學會啊 哪裡有派對 街頭派對 這次做的是一對一的總統民調 因為最近在講藍白河 到底誰要當頭的議題 那有三個組合 猴對決賴 柯對決賴 郭對決賴 然後我們有另外統計就是 每個人的第一順位可能是誰這樣 然後早上有去早市做過了 比較高年齡層的 所以這集來到觀光區 做比較中低年齡層一點的 那現在就開始做吧 Go Go 我們是做一對一 有三個組合 然後中間代表氣票 第一個組合是氣票 對 好那你的第二個組合 第二個組合是 柯文哲 第三個組合 氣票 氣票 好為什麼非柯不投 因為我之前在台北工作 我覺得他對於城市美學 還有在市場改建的部分 我覺得真的做得很好 因為自己有去體會過 所以會覺得他真的是有很認真在對市政負責 未來他當中頭的話 會在對台灣方面會有蠻大的改變 了解 那你看好藍白河嗎 如果是白色當頭的話 比較支持 因為藍綠兩黨 我覺得其實他們都有黨的壓力 對比較不能做自己 在白色力量的話 目前他們還是比較能夠沒有這些背景的壓力之下 然後勇敢去做事情 你最支持的那位是誰 賴清德 大哥是嗎 點個頭 點個頭我就讓他貼 因為我們這個比較嚴謹一點 對對對 對好 OK 那就貼在裡面 他講話比較正常 他其實他就不太正常 在做一對一的對決 好有意 那如果是柯文哲對決賴清德 你會投誰還是氣票 這兩個我投他 投他 那郭台銘跟賴清德呢 我投他 沒有換人做了他 他做了不好 底下的人不做虎耶 第一個應該是賴清德 第一個是賴清德 對 那第二個組合 應該也是賴清德 因為他有點 就是對女生有時候講話不尊重 喔了解 那第三個組合的話 他看起來不靠譜 雖然說他有錢 但是還是覺得應該是賴清德 OK 那賴清德有沒有哪裡特別好 滑推特我看到他年輕的時候 好像是很認真在爭取 就好像也是跟兩岸有關的事情 之前也有做過台南市市長嘛 看他這樣子我覺得他比較放心 其實他真的有點不靠譜 好 這裡 那柯跟賴呢 好 郭賴還是七票 都是一對一的 一對一的跑我投郭 郭 好 那以這三位來說 你的第一順位是哪一位 侯跟柯我都可以接受 是 如果要硬選出一位當第一順位 如果藍白盒誰當 那我選柯好了 侯的包袱可能很重 嗯 賴可能比較沒有包袱 不是柯比較沒有包袱 綠色的應該把他換掉了 嗯 要換人做做看 他們執政太久了太腐敗了 但國民黨也有腐敗的地方 所以柯也許可能會有點清新吧 賴清德 比較顧台灣 他就真的很糟糕啊 他講話真的很過分 他這樣就是 我覺得他是比較像國民黨的傀儡 因為新北市做成這樣 我覺得就還好 他就比較像傀儡 然後他就是踩大氣承 所以他就是有錢而已 但是他沒有從政過的經驗 那民進黨過去 你覺得做得怎麼樣 民主是比較重要的東西 每個人的內政都不一樣 美國用他們內政的問題 但是至少他們對外 他們是團結的 我是比較在意就是對外這件事 因為如果你被統一 你什麼都沒有了 那有另外一方的說法是 他們可能會怕打仗什麼的 如果人家要來欺負你 如果你軟弱 人家只會更欺負你 對對對 我的看法是這樣 你如果硬起來 讓他們覺得你有威脅 人家才不會去欺負你 好 好 好 那下面也都是賴清德嗎 應該認識他 真的認識 真的認識 真的認識他 那你覺得他做得怎麼樣 台南這裡 台南這裡 我覺得服務蠻好的 一個賴清 是 第二組 第二組柯文哲 第三組柯文哲 第三組柯文哲 那最支持的是哪一位 柯文哲 明年1月有20歲 有 OK 有投票權這樣 了解 你要分享為什麼最支持柯嗎 因為我從前就很喜歡他 那有人說他醜女 你怎麼看 我算有一點 但我還是喜歡他 他醜女但還是喜歡他 對 可能他真的本來就這樣吧 想家朋友就是講這個 我跟我很相 蠻喜歡的 三排各幫我選一個 他比較直接 他的作人 我就是覺得比較正直一點 對 然後不會說像其他的 一些 講太多廢話 那你說他直接 那在國際上 會不會有可能變成白目 我覺得白目跟直接就一線之格 是 對而且我覺得他就是比較 不會太多廢話 而且也就是 怎麼說就是怎麼說 我覺得他把台北市也是 做的也是還蠻不錯的 如果真的有當選的話 我覺得台灣應該會 走向比較不一樣的 地位跟一個方向 你喜歡誰當成功 那下面兩個組合 也都是LINE嗎 都一樣 侯友宜 好這裡 柯跟LINE你會支持誰 我會支持 我會支持那個 支持那個 那個 耐清德 郭台銘 耐清德還是氣票 郭台銘 這幾位來說 你最支持的是哪一位 支持的是侯友宜 那不支持柯文哲的原因是什麼 因為 他講話 那個會說謊 氣票 是嗎 對 氣票 好 那第二個組合 柯 賴 氣票 柯文哲 好 那郭還是LINE還是氣票 還是一樣可以 第一順位是誰 柯 柯 那不會考慮這兩位的原因是什麼 不可能啦 為什麼支持賴清德 因為我覺得他之前在做台南市長的時候做還不錯 應對一些大場面跟國際話題上面 我覺得他比較大家思考 好會投誰還是氣票 LINE 郭跟LINE還是氣票 氣票 為什麼這裡投LINE然後這裡變氣票 換手不一樣 氣票 氣票 來 投柯 好 都是投LINE的 OK 侯友宜哪裡不想讓他上 至少賴清德他做了 在台南做了八年 嗯 至少有一些 在仁德的洪水上是有做一些貢獻 但侯友宜還看不出來 是 那這兩個就氣票的原因 誰上這兩個我都無所謂 所以就可能不一定會去投 對對就不一定去投了 了解 那這兩個是柯的原因 因為民進黨的比較如果相對於柯文哲的民進黨比較不喜歡 你是柯文哲 為什麼 沒有為什麼 沒有為什麼 賴清德 兩個不一樣了 那為什麼呢 因為我爸支持他 所以支持郭 會選柯還是LINE還是氣票 會選LINE 那紅對決LINE 為什麼你的第一順位會是郭 因為我覺得我們的景氣啊 需要真的有才華的人來處理 他的腦袋比一般的還要靈光 不是以政見來講政治來講 我覺得他的部分上面可以帶動我們的經濟 那為什麼遇到這兩位就會改投LINE LINE第二順位的原因 呃 LINE的那個執政的部分上 在台南上面是可以看得到的 對所以 我要是以我看得到的部分來做選擇 最支持的是哪一個 我柯文哲 會投誰還是氣票 氣票 好那 郭跟LINE 會選也是氣票 為什麼唯一支持柯文哲 他是唯一會做事的人 嗯 雖然他可能 不是那種很政客的 就是會做一些他自己的公關 因為他是醫生嘛 所以他其實對生命來講 他已經看透了很多生命的那些 耳魚我炸那些東西 因為他看過死亡 在台北市的任內 他其實很在意的就是施政績效 然後也帶動了台北市他的一些真正的政績啦 當然柯文哲他現在比較單薄 但是他應該還要再欠缺就是說 有一個輔助他的人 可是那個人都還沒有出來 那如果藍白河 最後藍色很多人會輔助他這樣 這樣你是接受的嗎 對我可以 我可以接受 只要是正確會做事的人出來 然後打破這種 就是藍綠的話 我覺得這對台灣是很好的 對我希望會有走到那一天 為什麼這支是他 剛說比目前的這幾位稍微誠實一點 稍微而已 稍微 好 台南市市民啊 嗯 台南市民 那我不知道可以跟我分享嗎 嗯 那我裝作不知道 裝作不知道 對 好了解 那如果是郭跟Line 終結 終結 氣票 好 那為什麼郭也不行 他比較沒有真正執政過的事 自己對於台灣這個主題的信賴度 我們覺得 有一點疑慮 我一定 侯友宜 柯文哲對決賴清德 柯文哲 柯文哲 那郭台銘對決賴清德 那就郭台銘 郭台銘 侯友宜喔 曾經當過警察 感覺就是比較 有那個正義感 除了當警察以外 有沒有什麼政績面相系 政績當然他在台北 我們感受不到啦 其他人還要講嗎 任何一個我們都感受不到他的政績 喔 因為他還沒當到總統啊 那個賴清德 是賴清德 是嗎 他在那個台南市長做的蠻好的 兩屆做的不錯 應該你有課嗎 對啦 對於房價的政策 我覺得是比較好的 而且他在台北市的那部分的話 其實是有在做奴隸啦 我覺得是有在做獨立的 假設是猴對決賴 這兩個就廢票吧 廢票 那郭對決賴呢 大概也是廢票 為什麼最支持他 因為覺得他比較沒有包覆 比較公開透明啦 用人為才吧 政績面相 就感覺他做事比較有破例也有效率 侯友宜跟賴清德一對一 氣票 那這兩位呢 氣票 也是氣票 如果侯友宜的話 他沒有選上還有新北市長可以做 那個百年大黨 充滿著權力的分配 那賴清德的話 他蔡英文跟蘇貞昌留下來的 不管是疫苗啦 光電啊 蛋啊 都是他的那個包袱啦 覺得很多黑箱吧 郭台銘的話覺得 讓我感覺他不需要 躺這個總統大選的溫水 是 我覺得他企業家做得很成功 是不需要這個 勃進地啊 可能也會有人說 那高鴻安會不會是柯文哲的包袱 一定一定會成為包袱 有人做厭 有人搭 我自己是覺得高鴻安 沒有像媒體講的那麼 好像十二不赦那種黑心的政客 我覺得他沒有那麼差啦 柯文哲 為什麼我最支持他 講話蠻有邏輯的啦 比較喜歡 講話比較真一點 紅跟賴會同誰還是會氣票 應該會氣票 那郭跟賴 應該會賴 為什麼這個組合下會賴 郭台銘就好好的 搞他的事業就好 不要跳過來政治權 賴清德就在政治權比較多年了 而且他之前在台南市場也做得不錯 如果要比的話會投他一票這樣 那為什麼這個組合下就不投他了 因為兩個都覺得不錯 因為以前當警政署長也做得不錯 如果只有這兩位帥 你還會去投票嗎 應該就會好好認真觀察 剛剛兩個人的政見 政績那一些 然後最後再去下決定這樣 紅友宜 喝 那郭賴還是氣票 氣票 氣票 沒有在做事嘛 又貪污嘛 他們還是要合作 不合作不行 台灣這樣子被他們搞笑去沒有前途 沒事沒事 賣掉了 意見個人不一樣 沒關係這樣才好看嘛 好 那你們最支持的分別是哪一位 最支持賴清德 賴清德 那小姐呢 那一樣啊 對啊 你剛剛想說政府他這八年做得很不錯 如果賴神他繼續做的話應該可以延續他的政策 那其他人我會覺得說好像不太有信心說可以為台灣的未來 甚至台灣的安全做出足夠的保障 國防外交還有在經濟上環保上我都覺得還不錯啦 柯文哲他在台北市政都當時市政的經驗也是都是排在最後啊 柯友宜他一切開始不錯 可是最近後來可能就忙於選舉 看起來也是慢慢的落後 我是用消去法 因為這三個都不行 所以就只有他 那可以講什麼消去他們 就他們三個對於台灣的前途吧 有賣台的嫌疑 可能有一些選民會說 投給民進黨就會打仗 對於這點有什麼看法 覺得這個恐懼已經很久了 兩岸的局勢是有一些變化 可是反正就看台灣人是比較不怕死 投給賴清德 做起來會讓台灣看起來比較像是一個正常的國際 他們三個其實在比誰會比較會跪舔 然後千萬不要誤會 你跪著他就 中國人就不打你 中國人打他們自己的人民 中國政府打他們自己的人民打得更兇 是做了什麼事 讓你覺得他們的形象像是跪舔 你要跟他們和談啊 不好意思啊 他們從來 中國人民共和國政府從來都沒有要跟你和談 你只要不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省 他都認為你是台獨 不管你叫台灣也好 不管你叫中華民國也好 全部都叫做台獨 千萬不要誤會 你跟他們和談 他們就不打你了 而且 跟一個流氓國家沒有什麼好談的 一個不守信用的國家 一個土匪政權 你要跟他談什麼 這邊這個政黨 目前執政起來 會讓台灣看起來 比較像是一個正常的國家 賴清德 好 因為目前是現任的副總統 那可能對一些中央的一些 一些制度什麼都蠻有經驗的 那科目澤其實也不錯 可能比較沒有其他兩個政黨的包袱那麼大 而且他的一些思維 有一些講出來的一些政策還蠻符合 賴清德 好的 賴清德 對 為什麼這一隻賴清德 因為我們是森綠的 沒有 這裡面 這裡 好 一個人我在衛生紙上看 在衛生紙看過是嗎 了解 PS 對 PS 喔 他看得出來是PS 代表你貼得不錯 這個嗎 嗯 有誰在猶豫 這個嗎 都不是很認識 那你會去投票嗎 會會會會 以現在的觀望來看 你會投給誰 我覺得他比較不會中 為什麼支持不會中的 就是 就是要投就要投不會中的 就是選上的話他們可能會做得很好 把責任丟給別人 投有餘對決賴清德 他放了我蠻多架的 有三票 了解 那假如是這個一對一 這邊已經投了那就給他一票 真的是這樣嗎 因為我們這是做認真的 投跟賴真的會投給賴 然後賴跟柯正會投給柯 好 了解 只有他這句支持 好 為什麼支持他 因為他比其他的人都好 歷練啊 整個他的一個執政的 one step one step jump一直上去 為什麼最支持他 政派 一樣是他嗎 好 OK 謝謝 大哥那你的原因呢 賴清德最有能力 柯P吧 柯P 好幫我貼一張給他 其他的都還好啦 投跟賴會投誰還是會棄票 應該他吧 賴清德 那柯跟賴 應該是他吧 好那為什麼第二順位會是賴 因為他是台南人 嗯 台南做的哪些比較好 都還不錯啦 公車啊也不錯 那是柯P啊 好這裡面 為什麼最支持柯P 感覺他比較有想法 會選誰還是會棄票 棄票 好那這兩位 棄票 最支持的 一樣 一樣柯P 那這兩位對決 基本上我還會邀選 喔會選猴 對 那這兩位 就沒什麼好選 那要講最支持柯文哲的原因 好難說喔 就是他我覺得他做事比較實在 嗯 就起碼他在做事情啊 在說的話 你會覺得他講的比較真的 其他的都是比較像政客 柯文哲啊 為什麼最支持他 至少他的論述 目前來講 比較完整 而且比較有可行性 假如是猴跟賴 要選一個 我當然會選猴啊 會選猴啊 那郭跟賴會選還是會棄票 還是選郭 賴清德哪裡讓你覺得做得最不好 因為他政治包袱很大 很多事情他沒辦法注意 你最支持的是哪一位 柯文 這裡 比較接近民眾的那個心意的感覺 了解 對比較公正 假如是 對 那這兩位 郭台銘跟他 為什麼這 這兩個組合都是廢票 就 都不會考慮 其實比較想要投LINE 我覺得只有LINE 比較能 他說的話非常能說服我 因為我覺得 厚友宜 之前他去做市長的那些事情 我覺得 就是 會讓我覺得 他做事可能沒有那麼的負責任 我覺得柯文哲這個人 我覺得他比較迷耶 我不知道怎麼講 有些事情我就覺得 我會蠻認同他的講法 對 可是他有一些 講的話就 我覺得他到底在講什麼 我覺得他有點像 定時炸彈那種感覺 多的話 我對他沒什麼好感 賴清德 賴清德 不公平啦 有人躺著選啦 聽說他們要合是不是 如果他們合的話 我就要去幫他連署 為什麼 讓他們合不了 對啊 因為有人要躺著選 我要幫著他躺著選 是是是 從來沒有投過其他黨 對一個黨忠誠 其實他這幾年做了很多 以前 我們小時候 大關門不敢做的事情 比方說 國建國造啊 然後一些 建設啊 什麼的 我們都是看得到的 雖然說被罵得很慘 但是事情或多或少 都會有人說話 個人覺得 一個大方向 一個正確的方向去走 那假如最後這邊真的合了 那變成一對一 你覺得賴清德要怎麼突圍 他宣布說 他已經學會了 天氣控制器的使用之後 他應該就會 就會就會上 前幾年不是都沒有台風來嗎 那據說是 蔡政府有天氣控制器啊 所以今年為什麼有台風來 是因為他還沒學會啊 所以他只要宣布說 他學會了 他就又選擇學 我的刻板印象的話 我會選 侯友宜或柯文哲 那如果 選一位最喜歡的 你會選誰 應該會是侯友宜 郭跟賴你會選誰 還是會氣票 我只能說我不會選郭台銘 因為我最近看他的政見 我個人覺得 有點在開玩笑嘛 我現在應該會選賴清德 因為我印象中 他在台南做的時候 印象中好像還不錯 最支持侯友宜的原因 因為我之前在新北 住過一陣子 我覺得在新北的生活 還算不錯 侯跟賴的話 賴 那郭跟賴會選誰 還是會氣票 賴 為什麼他是第二身位 他之前搭過那個 台南市的市長 他做得很棒啊 酷 就 郭台銘 郭台銘 那你跳 我姓郭 這個王力怎麼跳 好吧 就是有金錢實力 然後商業 也是有商業的地址這樣 了解 那其他組合 這兩位會選誰 還是會氣票 氣票吧 那這兩位呢 柯文哲 我覺得他可能算是比較偏正直吧 就是可能講話比較直接這樣 我投給賴清德 當很久 我們台南的市長 所以我就支持他 最支持的是哪一位 好 賴清德 不想給大陸管啊 那投給他們會被大陸管 比較相信他 這一個吧 柯文哲 好像年輕人比較喜歡他 那年輕人喜歡他 敢說真話嗎 然後之前執政看起來也是 大家還蠻有目共 就是覺得還不錯這樣 假如是猴對決LINE 氣票 郭跟LINE呢 郭吧 為什麼猴投不下去 郭投不下去 因為他也不會當選 所以給他一票 最支持柯文哲 對 好 那為什麼最支持他 就是他講話 比較有他的道理在吧 對啊 就會想要投給他 而且藍色綠色都 只貞太久 換個顏色看看 假如是猴跟LINE 我會氣票 氣票 那這兩位 投誰還是氣票 也是氣票 四位你最支持的是誰 賴清德嗎 目前還在觀望 但是比較小的是他 因為之前在台南市長的任內 他做得算還不錯 那觀望的話有沒有 第二順位的考量是誰嗎 柯文哲是第二順位 我覺得他的政治色彩沒有這麼重 這四位最支持的是哪一位 好 那最支持他的原因是什麼 因為其他三個都不支持 至少因為做過台南市的市長 就是說很好但是也算可以 放假很準 放假很準 很準就是不該放他沒放啊 該放他就有放 我們完成了一對一民調的50票 比較偏4級 中低年齡層 先來公佈票數 侯友宜 9票 然後有12票的氣票 然後賴清德是29票 柯賴對決的話 25比25 氣票0票 出現了難得的平手 那最下面 郭台銘 10票 氣票 13票 賴清德 27票 賴英猴跟郭都蠻多的 然後單純看這兩個的比例的話 沒有差到很多 但是 郭台銘顯勝猴友一點 就是單挑來看的話 看來在中低年齡層這裡 這兩位真的是難分難捨 而且這裡還是台南 所以應該也有蠻多台南人的 所以賴清德打成這樣子 是需要緊張的賴清德 但是我們也有在早試做過 早試的話則是賴清德也贏 柯文哲蠻多的 一對一對決誰會贏 真的還很難說 就差不多了 第一次 九號 九號 九號